但美法店居然被砸蛋泼漆 怎么回事呢 这是发案在台北市赤峰街上的一间美法店 日前被人泼蛋液 还有这个红色的液体 原来呢老板娘和一名男子是有代购的纠纷 男子才会气的泼液体 来泄分 一名男子半夜拿着桶子来到小巷洞内 借着手一挥 稠稠黏黏的黄色蛋液 就这样钻在铁卷门上 没想到泼完还不够 拿出大桶的红色液体 就这样往门口洒 接连泼了好几下后 路边搏油路也遭殃 甚至臭味严重影响附近居民 实际回到现场 就是身旁的这间美法店 但可以看到地板上 都还留有红色油漆的痕迹 而当时嫌犯不只泼油漆 还砸鸡蛋 路过的民众全吓坏 事发地点就在台北市赤峰街 也临近捷运中山站 晚上相当热闹 业者第一时间立刻报警 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发现 男子犯案后也随即开车 离开现场 根据了解美法店的菜姓 老板娘除了经营美法店 同时也有做精品代购 但疑似跟26岁的正姓男子 有买卖方面的纠纷 但问题没解决 竟跑来坡一体限分 事发后 正姓男子到案坦诚犯刑 被一恐吓回损 废弃物清理法罪嫌 移送侦办 如今已被起诉 只不过地上油漆 仍清晰可见 恐怕民众只要路过一次 就会想起那段惊悚回忆 谢谢蔡依杰 林峻婷台北报导